飞行员,被称为天之骄子,因为他们高降天气,俯瞰众生,不过还有另外一群人,比天之骄子更强悍的,被称为岛尖上的武者,而这些人,就是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。 2012年,中国第一艘航母量名号正式交付海军,而配套的中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殲-15,也正式列装海军部队,由此,中、地海军航空兵,正式摆了汉鸭子的身份,成为真正海军的航空兵。 但是海军航母上的飞机起降和陆地机场有着天壤之别,在陆地上占地数平方公里的机场,被压缩到仅300米左右的航母上,要在如此狭小并且不断航行中的航母上进行起降,绝非一世,更不要说还要在黑夜之中起降,在夜晚,人的视觉受光线影响,无法像白天一样正常观察,所以东线可想而知。 在二战中最著名的蚂蚁亚纳大海战中,美军在可越军的脚战,终尽损,是约20架舰载机,但是在飞机返航时,由于是夜间,能见度不佳,虽然美军貌似打开所有航母的大灯,全面引导舰载机降落,可依然有多达77架舰载机降落失败或者民航坠毁,损失接近战斗损失的四倍,航母夜间降落的危险性可见一半。 即使在今天,在世界第一航母大国美国,能够驾驶舰载机,进行夜间起降的飞行员,也仅占全部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百分之六十不到。 中国在2012年,正式进入航母俱乐部之后,充分训练舰载机部队,以便让航母战斗力发挥到最大水平,就是每一个海军战士,甚至每一个国人都期待的事情。 而不能进行夜间起降的航母,显然不符合中国,卧军对航母战斗权的作战要求。 海军舰载机在夜间的航母起降,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术科目之一。 其中,起飞相对还比较容易,因为飞机停泡在甲板上,处于静止状态,并且有航行灯和人员指挥。 所以相对难度略低一点,难度最大的是降落。 因为人的肉眼对可见光敏感,夜间光陷暗,肉眼正常视觉难以发挥作用。 特别是在大海上,由于海水会反射星光,因此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觉,会让人觉得天是海,海是天,从而导致发生意外。 而夜间航母在作战状态下,也不会打开全部见面灯火,所以虽然可以有效确保航母不被敌人发现,但是也让几方飞行员在观察上存在困难。 所以舰载机在夜间之舰,必须充分发挥仪表的用途,相信自己的飞控系统。 不要被错觉所蒙蔽,目前全球拥有航母的国家中,公开的消息只有中国、美国、法国和印度具备使用喷气式战斗机,夜间,在航母上蓝锁降落的记录。 而俄罗斯航母电载机已经不具备夜间起降能力,英国航母电载机装备F35B战斗机,采用垂直降落,也不需要考虑蓝锁技术。 辽宁号装备中国海军已经六年有余,而国产的新一代航母,也即将交付海军部队。 中国的舰载航空兵部队从无到有,从小到大,在风雨中不断进步。 如今已经实现了全气象条件,下飞行的中国海军歼15战斗机部队,已经成为海军舰载航空兵的尖刀,刀尖上的武者。 果然名不虚传,利刃龙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领支持明镜与一起 grupo met micron missionary canal member许可,探索 που打开转发,台转召 JUL5 Ske Hotmap, 11 Panicze Fan